近日冬章西望有一個賠償的個案 講一個女士做一個打誘的悶診手術 當她在申請賠償的時候 本公司就說她是美容院 不是醫療診所 所以就拒絕了她的賠償 她打誘的程序其實就預計了分兩次 不過因為第一次賠償都賠不到錢 她第二次都不夠膽再去做 然後就找了冬章西望 冬章西望跟她跟進了之後 本公司最後就賠償了給她 打誘的這個案子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經驗 因為我自己也打過誘 對誘的悶診手術有少許認識 所以這次也在短片裏說多一點資料給頭髮人知道 大家如果要做這個打誘悶悶診手術的時候要注意些什麼呢 我記得十幾年前我唸一兩點玉色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去看皮膚科醫生 因為她沒有痛沒有性 皮膚科醫生就說這些是過濾性病毒 叫油 幾年前她就說有兩個方法可以選擇 一就是用冷凍 用很冷的 用棉花棒碰一些好像冰的東西 然後就辣那個油 希望她有個傷口 之後一個禮拜後我又再去做第二次 大約做三次左右 皮膚又會自己修復 希望打掉那個油 第二個選擇就是用激光 激光就會貴一點點 當時我一顆 我記得冷凍大約是接近千來二千元左右 但是激光就貴一點 大約是三千元左右 在我心目中就覺得 激光好像很危險 所以當時就選擇了用冷凍 也便宜一點 但是做了兩三次之後 效果不是很好 最後我做完冷凍之後 再做激光 有很有趣的 你不處理它 可能幾年之後 它就會慢慢再感染身體其他部分 因為你不處理它 譬如我們抹汗 抹臉的時候 你又抹臉到身體 或是洗澡其他部分 那那個病毒 就會去到身體其他部分 變了它就會一路 臉、頸、身越來越多 當然外觀上就一定不是那麼好看 不過你說我自己的經歷就真的沒有什麼痛 只不過是真的看出來是真的不是那麼好看 而且你一路越來越多的時候 自己的感覺都不良好 我試過大約七、八年前 當時我也有些客人 他們都是不懂得處理 其實都是跟我一樣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沒有理會 然後臉一路就越省越多 長得頸、長得身 當時他全身超過六百粒 有 當時就跟他去報價 找皮膚科 第一 皮膚科 即是說十年前 其實他們真的 有 你少數目的 他們是逐粒逐粒跟你計 但是去到他這麼大數量的那些 因為他們不可以一次手術做完 那次我人客都分了六個月 每一個月去做一次 每一個月去做一次 等傷口修復又再做第二部分 來回他都跟了半年 那次 那次做過打誘 都要六萬多元 如果做了六次 你分其實每次沒有一萬多元 但市場真的很多 然後大約五、六年左右 市場上越來越多醫學美容 或者多美容中心 開始去引進一些激光機 那些激光機 可能可以幫一些女士打斑 或者令皮膚可以回復 或者更新 那也都隨著廣告 或者越來越普遍 那些人就越來越接受 用激光去做打誘 以前十年前那時候 我只會去找皮膚科 但是在今時今日 可能有一些醫學美容的中心 他們都會有醫生去幫病人做打誘 始終是激光 那有一些美容中心 他們就會訓練了一些服務員 他們可能有些美容的主要資格 去用那些機器 不過如果你說在打誘上 我自己就覺得 無論如何都會找個醫生 去處理 其實安全性是會大一點 因為有是會復發的 剛才我說了 我十幾年前那時候一兩顆而已 那在去年我又 剛巧陪人客去看皮膚科 那醫生就說 阿Michelle 其實你頸這裡好像也有些油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 其實我自己不覺得的 但是跟著真是去跟他給你看的時候 其實就發覺 咦,是的 都真是有幾十顆 但是很小而已 因為又沒有痛 然後我都說 如果我要打這些油 大約多少錢 三次分開來做 那你的頸 跟著慢慢的身體 那些都要幾萬元的 但是你不處理它 它又會再蔓延出去的 所以就在去年就處理了 亦都搞到賠償 在疫情這兩年 市場上其實多了很多這些 醫學美容中心 要小心留意 就是 我這次教賠償 是真的打油 你知道 身體皮膚可能是 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可能會處理 醫學中心 可能它會建議你 你會不會做其他皮膚上的事情 那當然一個病人 或者一個客人 他是可以同時間 如果在醫學上 是可以做到的 他有經濟能力許可 他當然可以去做 但是在補單的賠償上 你其他關於美容的事情 事實上 就不可以做賠償了 分開要清晰 你今次這部分是打油的 就打油 就不要把你其他美容項目 都一次過計一個數 就寫在收據上 其實在本公司 它都有一個reference 就是知道大約你頸部份 有多少粒油 大約市場有一個價格 是多少錢的 其實本公司是有這個reference 本公司會知道大約在市場上 要用多少的醫藥費去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你報出來 原來是幾倍的價錢 本公司一定會懷疑 究竟為什麼會是幾倍的價錢 合不合理呢 我們經常說是合理慣常的 那個醫藥費 超出幾倍的時候 本公司就有機會 他會需要醫生去寫 為什麼他當中的手術 究竟是做了幾多日 還是幾多粒 範圍是多少 究竟為什麼做了什麼 而令到 treatment 是要幾倍的價錢呢 所以有時候 求好人要注意 你多次是打誘的 就做打誘吧 就算你說那間診所 它有其他的建議給你 去同步處理也好 你的收據的單大家都分開 這樣就不會影響到賠償 那裡有些混淆 或者拖延了賠償的流程 究竟我們做一個投保人 如何避免我們 真的最後賠償出來 不是我們的預期呢 我覺得現在很多大的本公司 它都有一個叫做 預先批核的服務 預先批核的意思就是 其實是可以要求醫生 在未做手術之前 就已經寫了 他大約預計收多少錢 就電郵給那間本公司 本公司就會看 陳醫生大約會跟他做什麼手術 用多長時間 原來他就是收3萬 公司覺得是可以的 就會說 OK 沒問題了 我們覺得是有醫療需要的 我們可以批到這個預先批核給你 投保人不會知道 今次我的保單 是不是真的可以全數賠 還是有部份要自己付 你也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打誘呢 也不是急切性的 我們也可以安排時間去打 除非你說 我真的意外 入醫院要做個大手術 如果不是的話 都建議大家 用預先批核這個服務 令到你在做手術之前 就算其他手術也是 你已經預計了自己的保單 本公司已經計了 大約你要負責多少 還是他們全數賠償 你也要清晰 還有再提回 我經常都說 頭兩年內 你賣保單 如果真的有起事 要入醫院的話 保險公司 通常都是要個人 先付錢 然後才做賠償 就未必做到 免找做服務 如果你打算入醫院做手術 你先拿了預先批核 第一 你知道自己負責 第二 你都要準備 錄卡錄多少錢 小數目 有時候十多二十萬 大銀馬 都要準備 如果這麼不幸 在賣保單 頭兩年內 要入醫院的話 我覺得 現時的醫療保險 可以做到 預先批核服務 是不是醫療傻衰 第二,他们通常在保单生效两年后就做到面爪数服务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很帮助投保人 在那个短片当中,投保人都不停有说 保险顾问都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会拒绝赔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